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琪带领的国民党立委参访团 27号在北京开始正式的大陆参访行程 早上到北京的一间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参访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 我们的汽车科技的技术能够发展到如此的先进 而且已经不是在世界的一线 而且是超过一线 领先一线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 我们很希望不是买一步多买几步回去 毕竟我们一起爱地球 永续的地球就是要简单减淡 我想电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们两岸一起来合作 让这个永续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 一起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 我们的空气更加信心 傅昆琪带领的参访团在国台办副主任 潘贤长的陪同夏在新能源汽车展厅进行参访 先后了解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等 结束参访时 傅昆琪下媒体表示 很高兴来访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希望两岸合作推动永续生活的建设 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琪是在26号的下午 率领16位国民党立委赴大陆参访 他出发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表示 国民党是带着台湾新民意 此行是和平破冰之旅 希望能够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促进连岸的交流回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